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一代的图160平方米型战机 不但可以携带匕首导弹 还能在携带四枚导弹的情况下超音速巡航 图160平方米 实际上是俄罗斯最适合携带匕首导弹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机 这款战机的载弹量非常出色 在弹舱内就可以携带40吨以上的弹药 如果是携带匕首型导弹 完全可以在弹舱内携带四枚 而四枚匕首导弹的重量仅有15.2吨 还不到图160战略轰炸机的一半载个 在这种情况下 图160可以以亚因素达到7300千米的作战半径 或者以1.5马克的速度 巡航2000千米投下导弹后撤退 而匕首导弹的打击距离还要1000千米 速度高达10马克 这意味着图160平方米在挂载四枚匕首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 完全可以在一小时以内完成打击 图160平方米飞到2000千米以外只需要40分钟左右 而匕首导弹打击1000千米只需要6到7分钟 这个速度不但超过了绝大多数战机和导弹 甚至能让敌方根本没时间拦截 美海军的战斗机速度仅有1.8马克作战半径700千米 空空导弹射程仅有200千米 而想要弹射12架左右的F-18EF战机拦截至少需要5分钟 届时美军很可能根本无法拦截 发现敌方战略轰炸机随后弹射F-18EF 而战机刚刚起飞集结完毕 匕首就会来到舰队上空 随后发动一次非常强悍的打击 如果舰队没有携带足够的标准 三型反导武器用于拦截匕首 那么沉默只是理所当然 且这款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执行作战任务 必要情况下 只要突防一枚就能报销一个舰队 这是美军最不想看到的了 屠22立方米 在改进后 可以携带四枚匕首 屠95MS同样也可以 之前屠95MS执行打击任务 主要是在机翼下挂载八枚KH-101型 这款导弹重达2400千克 五枚匕首重量 才基本相当于八枚KH-101 因此屠95MS挂载这款匕首型导弹 实际上是理所应当 甚至还要比挂载KH-101要容易一些 而随着匕首在俄罗斯战略轰炸机部队中的普及 俄罗斯空军的返航母能力毫无疑问 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俄空军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隐身差 但轰炸机的打击能力却依旧非常出色 随着匕首的大批量破组 美空军也必须考虑如何应付超音速轰炸机 和高超音速打击武器的组合了 感谢观看